北市府建管处又报弊案 时任建管处施工科的谢信跟王信工程员等人 涉嫌收受营造业者的贿赂 接着在一天之内火速核发了豪宅 阳明书院明德会馆的使用执照给营造的厂商 而业者后续为了通过阳台违建的复查 竟然又大胆行贿查报队的人员 检警调查涉案的建管处人员一共有五个人 在讯后分别裁定是以十到三十万元交报 至于业者以及白手套等四人 也以五到五十万元交报 全案朝着违反贪污制裁条例来侦办 你能不能拿钱 时任北市建管处工程科的王信工程员 帽子拼命往下压一句话都不愿多说 全是因为他涉及豪宅弊案 被台北地检署带回接受调查 你有没有什么话说 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同样涉案的还有常态经建设的罗信总经理 以及玉泰坤营造的王信总经理 他们被查出涉嫌透过跑照业者黄世勋 利用现金行贿建管处人员 好让豪宅能够放水过关 北市建管处又爆发弊案 这回跟北市的豪宅杨明书院明德会馆有关 豪宅有已故的黄信业者 靠航玉泰坤营造公司后 承拦给常态经建设兴建 但完工后他们迟迟无法取得使用执照 为了规避缴纳每天十万元的违约金 业者就透过白手套行贿 北市建管处施工科 其中鸣谢姓邦工程师以及王信工程员 疑似拿钱后没有审查郡公图 也没有亲自到现场复查 就在一天内火速签合使用执照 不只如此业者事后也如法炮制 行贿建管驻查报队 好通过建案的违规复查 不只两名工程人员涉案 还有一名林姓官员也涉及其他弊案 通通遭到调查 两位已经退休了 那另外三位也早已经 这个调整内部的职务 建管处尊重并全力配合地监署的调查 台北地监署与共约谈了19人到案 讯后白手套黄姓男子以50万元交保 营造建造厂商各以5万元交保 建管处人员共5人 分别以10万及30万交保 外人恐怕不知道 千万豪宅的背后 尽是行贿丑闻 也让身为公家机关的北市建管处 脸丢大了 记者成长陈维纯 许秀明台北报导